够了啊 晚上回家见 拜拜 谭总 昨天晚上 你把张总配得很开心 以后有这样的应酬 你负责 你不用去规划局了 这个送规划局 现在 嗨 梅小姐 你来找谭总啊 不是 我在这附近办事 想到你不是在这上班吗 就过来看看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跟你聊聊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吧 就觉得你跟别的女孩 都不一样 特别的大气 听了说 你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 以后咱俩可以多聚呀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咱们可以单聚 要不咱俩现在泡巴去 现在啊 现在不行 我还有工作 我要去送文件 咱们改天再约吧 依然 谭总说那个案子 我去办就可以了 你休息吧 再给我 那辛苦你了 正好 下班了吧 也还不用去接伊列 我刚刚说泡巴 你别紧张 我只是打个比方 咱们可以去喝咖啡嘛 聊聊天 行了 行了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了 赶紧着 走 可是 好 可以了 要不然我今天就不做了吧 你自己做吧 干吗呀 我刚钱都交了 给他介绍一下 好的 好 来 我们的蜂蜜蜂蜜蜜茶 主要用于排毒疏压 柠檬牛奶呢 主要用于美容瘦身 薰衣草精油 主要用于安神 工作睡眠 不知道两位需要什么呢 美容瘦身 好吧 怎么样 感觉不错吧 女神就该对自己好点 别老为别人操心 为别人忙活 你哪对得起自己啊 我觉得你平时穿的都太素了 我前两天看杂志里面那个 盖利亚奴和 戴士卡巴娜 这一季的衣服 有几款特别适合你 还有 我觉得咱们以后有空 可以多出来 做做SPA什么的 女人过了二十五岁 老得可快了 好 那个手上戴的是什么 这是天乐送给我 保佑我的 天乐对你还挺好的 谭总对你也很好吗 谭 谭少宇 还行吗 看得出来他很爱你 他爱 你这观察够准确的呀 我跟他接触这段时间 我都没看出来他爱谁不爱谁 看来 你们两个交往还挺深的 我们俩哪有什么交情啊 以前都没见过 是吗 我那天还觉得你们俩 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的 上次在你们家 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 月圆 月圆 嗯 你会不会觉得 如果有一个女人 过一种特别平平淡淡的生活 就是那种找一个普通的人 过一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日子 这样太枯燥乏味了 人生应该再丰富一点 女人可以物质一点 过得精彩一些 这样是不是更多有趣 你可能不太了解天乐的家庭 其实他是一个特别需要 安静生活的人 我现在能够跟他一起过着 平平淡淡的生活 也是一种享受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好 你怎么让我聾你 这可能很高兴 你这个没法 你这么做 你怎么让我一个人 这是一种 你们要聚会吗 我都没想起来 还是我们家庭 你说的 我还不说 但是你怎么办 你说的 我还没办 我现在就能处理 toward你 我还不说 你弄下来 挺舒服的吧 你平时买衣服多吗 还好吧 我也没什么时间逛街 都是在网上买 网上怎么行啊 衣服都不能试 而且你这么瘦 肯定很难买到合适的 要不我们一会儿 那边有家店不错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啊 不了 要不然你慢慢逛吧 我就不陪你了 我真得回去了 依恋见不着我 肯定不会睡觉的 今天要多谢谢你了 让你破费了 改天一定回请你啊 我自己坐地铁走就行了 你不用送我了 再见 着什么急啊 好 头又疼了 今天情况怎么样 要打入敌人内部 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依染这个人太土了 想要改造他 把他变成物质 真的得从零开始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壮不知道 我觉得是真的 他这个人特别木 反应还慢 我都说得特别明白了 我说林天乐呢 就是同情心泛滥 平时对小猫小狗 都特别怜悯 就差说一句 何况对你呢 不明白 他是真没听懂 还是装没听懂呢 你既然这么了解他的品性 你就自己去把他抢回来呗 干嘛 干嘛求我呀 真是你们还在一家公司 下手也方便 我只是在想 天乐跟依染 会不会已经分手 是吗 不会吧 他今天一句都没提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他演技也太好了吧 依染这种女人 这么有心气 当然会演戏 所以你很难真正走进 他的内心 和他做真正的朋友 不过没关系 你只是要在天乐面前 装得跟依然像是姐妹情深一样 就好了 然后让天乐看到依然的变化 从而认清依然的真正面目 就行了 要是他没什么真面目呢 人家就是无欲无求 这个世界上 没有无欲无求的人 只能说明诱惑还不够大而已 你懂的 干吗 你是不是跟林天乐或者依然 有天大的仇恨 要不然怎么能想出这么硬的招 来拆散别人呢 那是我的事 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 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就好了 反正我说了 害人的事 我坚决不答应